他把作片的作用与功能主制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张春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他把作呢也是我们常说叫甲球米做这个药物啊 它是指的是控制甲状腺机能抗净时候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药物啊 它是可以从源头上去控制我们甲状腺激素过多 就是降低甲状腺激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理作用 所以从它的这个作用上面大家能看到 它是用来治疗甲抗这个疾病的一个用药好吧 并不是我们常规用药啊 正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甲抗的一个主要用药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听到医生给您的尊尊叮嘱 比如说过段时间就要来查查肝功啊 过段时间就来查查血肠规啊 对了因为这个药物呢它有一些所谓的不良反应啊 可能会引起我们粒细胞的减少 可能会引起一部分的肝功能的异常 甚至有些个别朋友还会出现皮肤上或者过敏的一些表现啊 因为它毕竟是个药物嘛 对吧 所以这些呢都不奇怪 那么我们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一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 比如说医生说您是甲抗了 第二我需要跟医生怎么配合 往往在治疗的初期用药量相对还比较大的时候 您可能要每周啊或者是每两周都要去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 比如说血肠规肝功能等等 那么到了后期药品再减量 而且我们对药物也适应了 那么可能这个检查的周期就会拉长